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勇敢的地藏王菩萨 万能的菩提心 地藏菩萨度尽六道一切众生后 自己才成就佛果的誓言 是菩提心最响亮的代言词 更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共同的愿行 地藏菩萨这一如黄金般珍贵的发愿 究竟是哪一种菩提心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下菩提心的分类 菩提心有两种 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还没有真正的行动 只是有一种心愿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我一定要成佛叫做愿菩提心 不但心里有这样的愿望 而且去实践六度万行 这就叫做行菩提心 因为每个人慈悲心的力度都不一样 所以愿菩提心也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第一 最殊胜的发心 是牧童式的菩提心 牧童一般会让牛羊走在前面 自己则跟在牛羊后面 此种发心的人 大悲心非常强烈 根本不关心自己成不成佛 一心一意 想让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成佛 发誓当所有众生成佛以后 自己才成佛 虽然自己留在后面不成佛 也不一定有缘度化轮回众生 但在强烈的大悲心升起以后 会升起这种殊胜的心愿 众生没有成佛之前 自己不成佛 当然 这种心愿其实并不会实现 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也发心 只要轮回当中有一个众生存在 我就不成佛 而要竭力去度化未成佛的众生 但释迦牟尼佛却提前成佛了 并利益了更多的众生 因为殊胜大悲心的力度很强 所以会让他快速成佛 这是自然规律 就算他不想成佛也没有办法 因为成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 地藏菩萨的誓言 就是最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木同师的菩提心 第二 传夫式的菩提心 开船的传夫最后会与乘客一起到达彼岸 同样 有些人会发愿 我既不愿意走到众生前面 也不留到众生后面 我要与所有众生一起成佛 这个愿望也不可能实现 因为轮回当中的众生无边无际 无论怎样去度 永远都有未度的众生存在 佛菩萨每一瞬间都在度化无量众生 仍然无法度完所有众生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要迎难而上 发誓度尽天边无际的众生 即使能力有限 也尽力而为 能度多少度多少 总有众生被我们度化 这也证明了菩萨心愿的不可思议 广大无比 第三 国王式的菩提心 就像国王是自己先拥有王权之后 再利用手中的权势去帮助 护持民众一样 这种菩萨是发愿自己先成佛 然后再去度化所有众生 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这三种不同的菩提心 都不是发心度一部分众生 也不是发心能度多少就度多少 而是度尽所有众生 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来自于大悲心 菩提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菩提心是万能的 从消除罪障的角度来说 在菩提心升起的一瞬间 我们从无事以来所造的五无间罪等 庆竹难输的罪业 都有可能连根拔除 就算没有彻底消灭罪业 也不会让我们躲地狱太久 蒙受不可堪忍的痛苦 从积累资良的角度来说 只要菩提心一升起 就能积攒无量的资量 正如入中论所说 声闻中佛能亡生 诸佛服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会 菩提心是佛子音 如果没有菩提心 世上不会有任何一尊佛 只有发了菩提心 才能最终成佛 即使是八地菩萨 如果没有菩提心 就会永远安住于禅定状态而出不来 这样也就不能成佛 因为八地菩萨断除了所有的我知 他的禅定境界非常寂静 没有任何障碍的 一旦他进入禅定状态 如果没有菩提心 八地菩萨的修行就会从此间断 再不能往上发展 即便是成佛以后 假使佛没有菩提心 则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也会间断 就像阿罗汉一样 证悟了空性 断除了贪嗔痴我慢 却不会度众生 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 只要看看佛陀与凡夫 便可一目了然 释迦牟尼佛在英帝出发心时 尚是身处地狱饱受苦痛折磨的众生 他就是在被铁轮悬头的悲惨境遇下 第一次发出了拯救其他众生的菩提心 释迦牟尼佛发愿所度的众生 不是阿弥陀佛发愿所度的净土众生 而是像我们这样的 末法时期刚强难化的苏婆世界众生 这与他当初发愿的恶劣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 释迦牟尼佛将自己的见闻告知了我们 他如何从艰难困苦的地狱 走向涅槃寂静之光明 只要我们能遵循佛陀的教诲 仿效佛陀的行为 就一定能获得与佛陀同等的成就 凡夫 从无事以来始终只为自己打算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可是至今仍然一无所得 依然在轮回中受苦 佛陀 虽然没有希求自己的解脱 没有希求自己的幸福 只是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度众生的事业 但是他早已成就 圆满了一切功德 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 还没有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 但是若能将自己的问题置之度外 首先考虑众生的解脱 为众生修行 那么 自立就会自然而然成办 不用单独去做 如果为众生修行 不为自己修行 自己便不能成就的话 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会成佛的 因为自从发了菩提心以后 他再也没有为自己助想过 但事实上他却成就了 这说明 如果我们能够舍弃自私心 一切就都会圆满 只是我们自己放不下 始终都将自立置于守卫 而最终也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利己做不到 利他同样做不到 自他二利都化为泡影 相反的 佛陀彻底地放下了自私心 一心一意投入到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 没有求自己的解脱 而最终他却成了佛 圆满了自他二利 由此可知 菩提心自身就有这样的能力 不求自己的解脱也可以的解脱 地藏菩萨如何发心 我们也如是发心 让我们随学地藏菩萨的伟大之处 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把诸佛菩萨稀有难得的这一传家宝 不断传承下去 利益更多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